哈囉大家好 我是蓋伊 波波 老師 今天我們三健科戰隊要來挑戰的項目 跟我們的頭銜可以說是 GG嗎 差一點 非常接近的 帥哥 沒錯 就是帥哥 那不是這樣子吧 沒有啦我們今天要挑戰的頭銜 我們健身的人叫什麼 健人 沒錯 今天我們就來爭奪健人的名號 但是今天的劍不是健身的劍 是射劍的劍 射劍 那我們歡迎今天的劍人 鍾華正先生 大家好 我是桃園劍人 生鬥師鍾華正 鍾大哥好 你好 鍾大哥呢 曾經被推選去參加全運會 並且當上 博手 我手曾經參加廣州的亞運會 以及倫敦的奧運會 奧運會 奧運 而且聽說去年 拿到了 五個金牌 對沒錯 這個五個金牌是哪一個 比賽 在台灣我們有每兩年辦一次 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那我們是桃園的代表隊 那我們在設計這個項目總共有八面金牌 我們桃園拿走了五面 哇 但我們今天呢 三劍客要來爭奪 劍人這個頭銜 真的 所以待會要跟鍾大哥請教一下 就是 稍微提點一下我們就是射劍的一些技巧 然後我們三位會來爭奪 今天的第一名 可以拿到 劍人的頭銜這樣 好 可以啊 所以這次是劍客內戰囉 對我們劍客內戰 待會會會先請鍾大哥教我們 那我們就請鍾大哥先帶我們去他的訓練場地 鍾大哥 他今天不是來練射箭嗎 他怎麼帶我們到菜園來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個 我看不出來 真看不出來 這個知道嗎 踩啊 踩啊 這就是紅蘿蔔 我怕你們眼睛不好 今天要拔蘿蔔了 所以我們練劍要先從根本的地方先做行 先保養好 再來練習 但你們的練習場地就是在我們的菜園共生裡面的一個射箭場 這真的是在菜園裡面練習射箭 菜園跟射箭共生一起的 欸鍾大哥之前都是在這邊訓練 對沒錯 然後射進奧運 就是在這個場地 是的 太棒了 大自然的力量 對 可以有力才這麼好就對了 你們等一下好好學喔 我也會好好地吃 吃一下紅蘿蔔 難怪有差 三位各位好 這一把我們等一下要用的叫這個 反曲弓 對 也是我們在比賽的競技弓 我們這個劍有分左邊右邊 那我們搭上劍的時候 有一片要找對 手一定要這樣勾著 因為今天你們第一次練習 我們就沒有讓你們勾從中間 因為我們手指頭會夾劍 劍會變成這樣高低 控制不好我們會去夾到勾 對對好 那我們第一次體驗的話 我們現在用這樣 來靠近我們的眼睛 用右眼 可以看到我們的劍頭 這個呼吸會要不要 要 跟我們在 打靶一樣 你要好的時候 大概要先憋氣憋幾秒鐘 射出去的時候 來 慢慢吐氣 一直呼吸的話 我們手指就會上下晃動 再加晃動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請鍾大哥 為我們示範幾劍 輕鬆耶 而且很準耶 這個速度太有力了 這個速度 那個劍好直喔 對 因為它這個 這個弓很有力 所以速度 速度很快就很直 就很直 總大哥這個 弓的殺傷力 感覺很強耶 是可以當你的功用嗎 也可以 這個也 射魚 射魚 射魚就是綁那個釣魚繩 然後射了之後拉回來 沒有錯 劍要上面要綁一條繩子 好酷喔 射出去 魚抓回來 就是那個 看那個國外那種 在漁船上這樣射 對 我們之後拍那個 荒島挑戰 可以 我們先把弓練好 我們再去學 追目取火 對 什麼都學一學 我們就去荒島挑戰 然後我們就學怎麼射 然後看怎麼把自己養活 可是是不是要學 烹嫩一下 入一條 喔 等一下他姿勢很好 這射兩二喔 咬屍 你把人家弓弄壞了 怎麼會一直偏右呢 偏右啊 這個連射到把都不容易 可是這是最近的耶 等一下我們要更新的 OK 那我們今天呢 正式比賽要開始了 要來爭奪劍仁這個頭銜 那想請問一下中大公平 今天的比賽規則是怎麼樣 好 你們每一個人以六支劍來決勝負 我們打一卵然後直接分出高下 對 就是看誰分數比較多嘛 對 看誰的分數最高分 六支加總 沒問題 來 波波來吧 我先 波波先 喔 看起來六支 不要撐太久喔 喔 八分耶 哇 太高了 欸 不行啦 中大公他這一卷表現怎麼樣 可以瞄再瞄低一點點啊 沒問題 可以進行器的啊 再瞄高一點 有潛力喔 問題 有潛力喔 他 他的耳朵又沒有不好 有啊 他也顯出裝啊 欸 很好啊 照這個 照這個調整方式 等下六分就好了 這還用再高一點 這個 再瞄低一點就是這樣 其實測這個穩定真的要很好 因為 弓有重量 左鍵 牛逼一點 欸 還是很緊張啊 又是個七分 我以為有中 有 我有調整 你要再調整 再逼 再逼 要大打一點 不要再扭扭捏捏捏的 不要扭扭捏捏的 我上一道 他就跑掉 你知道這個東西是這樣 你要信任自己 你就收到鄉民人機啊 可以啦 鄉民人機 鄉民人 那個白色的地方有點多 YA 超過 壓線 這個我就有調低了 這該不會是九分吧 對 壓線九分 我設了幾分 哇 不過這樣平均分數還蠻高的 不過還有兩支 那個十分超難中的吧 不一定啊 不一定 對 對 因為我就設一次給你看 對 這一支不一定就進去了 不一定就進去了 不過好強 完蛋了 你帶一下不過帥線 有沒有 沒有 還是八分 然後風險算高 快點啊 可以可以可以再調整一下 怎麼都這麼高啊 怎麼都這麼高啊 中邰哥波波的表現怎麼樣 他真的是有潛力的一位選手 真的 以後我會來當個射箭的教練 真的嗎 好 帶一個這個帥氣的畫面 哇 歪掉 五分 好 我們去看成績 欸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拔子怎麼那麼大張啊 這張拔子是我們奧運的正規的拔子 我們從十分到一分 這是我們七十公尺的拔子 七十公尺 你們這個距離很近喔 我們才少十五公尺了 因為我們的弓沒有那麼強 我們今天這個爭霸賽 用這樣短距離來爭霸也沒關係 可是還是能看出誰在前衣最好 他這個箭矢算蠻集裝啊 只跑掉兩支箭這樣 這一個就算 對 這一個一個組合體 你準確說往下調一點的話 這四支箭會往下拿 這是不小心跳箭而已 不小心被你蒙到的 第二棒要失了 第二棒要失了 四支第一發 這攻比較重 小石加油 四十四分喔 哇我看就落賽了 一龍已經死出嘴套的攻擊 我覺得他已經落賽了 一分 喔這高了 你現在往下調整多一點喔 也不算太差啊 剛 我是亂搖 我是用感覺的 感覺 五分 五分 還是太高喔 四分 要多低一點喔 那個是五分嗎 對是五分 喔那五分喔 黑色是五分喔 不是它實在藍色 真的嗎 藍色的喔 第二個藍色 大概你演一睜 我看得很像是十分 喔賺黃了 四分 三支二十分 必須要再加點分 走手好累喔 對嘛喔 這邊很穿嗎 走手很穿累 好啊 不要急著瞄第二 這偏右了 這個壓線六分 原來你也是偏右 因為我眼睛 我眼睛其實沒有 瞄到中間我會覺得很怪 你知道嗎 對就是 不相信自己對不對 對啊你又不知道要瞄啊 你就不相信嘛 你要相信自己 對啊 瞄那裡 可是射不到那裡 喔 對嘛 十分耶 十分耶 哇 可是你要一個九分 你才會贏 那要是你在瞄剛剛那個感覺 所以你要十分耶 你再一個十分 你就贏過了 哇 最後一箭 哇 哇 六分 六分 好我們趕快 趕快來去看 他這個剛好戳在線上面 好 我們正規比賽 要限時算高分 只要你這個線的缺角 就算高分 銷到就是可以 銷到就差很多 其實兩個都很強耶 對啊 蓋伊你等一下 壓力很大喔 沒關係我已經是窩窩 我沒有壓力了 什麼意思 你應該有壓力了 我沒有看到窩窩 你已經沒有壓力了 來 快快快快 我們趕快看 蓋伊會不會贏我 好蓋伊你等一下想要贏的話 射中十分 分數就強很多了 好 這麼簡單喔 我只要射中十分多 你就射六隻十分就很厲害 這麼簡單喔 當然 這種角度太難了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遊戲嘛 是是是 學長 就不要吐起來 看起來有 看起來有 因為高度 有了 7分不錯 在紅色之內就有機會了 有7囉 現在高太高了 再瞄低一點就有機會了 有點感覺了 有Q有Q 好現在這次要瞄低一點喔 才能進黃的 喔 可以還是在紅的沒關係 還是7喔 實際喔 還沒有跳到藍的沒關係 很猛欸 六隻7分的話也才 42也還是輸波波 不行 喔原來我這麼強喔 你才知道 穩定好就可以放箭沒關係 3幾分 讓我贏了 5分 這一次5分 該贏你要相信自己 3次19分 又是7 是7對不對 對 等一下看裡面壓線啦 6跟7的中間 6 不夠分數還不夠喔 看起來像6 本來差很多喔 不要真的來你不要增加壓力 不要真的來你不要增加壓力 不要增加壓力 不要增加壓力 有有有 9萬喔 哇 間入佳境 35分啦 對啊 甚至是35了欸 這是鋼內劍 再一個 10分 不行 我們要10分 要射黃的才平手 要射10分 才會贏喔 哇這個 這個很細句話欸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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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喔 啊 7分 我們來看結果了 我們來看結果 中華哥這個蓋衣的表現怎麼樣 欸 還是 差了一點點 他的 劍 劍集中在上面 那我們要調整的時候 他沒有把整個劍 劍 把他調整這樣 那現在我講的喔 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正規比賽的時候 為什麼 波波剛才他的成績會 後面的人追不上 因為第一 先打的人 他分數高的話 後面有壓力 那像我們在正常比賽的時候喔 我們在對抗賽 我們都會選擇 我們要先發射 我們先發射 後面那一個人他就有壓力很高 所以說他剛才第一棒 射的分數算高的話 第二棒第三棒 他們的壓力很高 壓力很高 第一棒像我射很爛的話 相對的對 相對的他會射很爛 我們也會比較輕鬆去射 所以說第一棒他很有把握的時候 他射很老 後面的人他的壓力太大的時候 他死場的幾乎就很高 這說我射很高 我們來看一下我總分是多少 好他的分數是 9 7 7 6 5 41 41 好誰啦 好賤 喂 賤人 OKOKOK 賤人 賤人 OK啦 晨浪晨浪 晨浪晨浪 好我們今天的冠軍 等一下 等一下找中大哥裡 胡蘿蔔 沒問題 對 好現在呢我們中大哥 要為我們示範一輪 然後六支劍 然後我們同一張靶子 但是距離超三倍 這裡過去那邊50公尺喔 對50公尺 我們剛才大半是15公尺 大半是15公尺 大半是15公尺 相反的 那如果等一下我贏了 你就順直步 不會 因為你的穩定度才能順那麼高啊 不一定是遠或是近來 距離看起來好像超遠 對啊 黑色 黑色 黑色喔 我覺得讓中大哥剛那一件 我們不算喔 我們讓中大哥 試試一件 對 我們接下來六支 那一件不算 你不要說我順直步 對對對 好不好 你剛也是我們也是練了好幾件 你這樣子就把我講出來 好 好 哇 是黃色還是紅色啊 黃色 黃色 就10分喔 他第一支就10分了 那個紅是大概跟碗一樣小 哇 黃色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是紅 不是紅就是火 喔 藍色 這應該藍色 好像是 藍色應該是中藍喔 這距離真的很遠欸 對啊 這很被超久的 射出去聽到聲音很久 黃色 黃色 藍色 黃色 應該四支 四支了 還有兩支 你說的一個四 你就有 哇 藍色 藍色 偏高 最後一支 喔 這一支就準了喔 哇 我們看到 欸 鍾大哥的靶子長這樣 第一支這個測試的 測到這邊 但我們這邊六支 十九九八七六 加起來 49分 49分 高你五分 對啊 五十公尺欸 還想勝之不虎 人家鍾大哥直接用實力碾壓我們 而且我剛才站得很近 要給他壓力 私下壓力說 結果竟然還是被虐了 我還是很擔心很怕失誤 所以鍾大哥這張靶子 我們看起來 你的鍵是明顯有 往右偏一點 對 那我因為 有很努力想要把它調整過來 可是還是有一點 因為壓力的關係 在最後放鍵的時候 還是被拉回去 右邊 偏右了 因為有三個人站在旁邊這樣 有點遲疑了 對 給我很大的壓力 給我一個很大的壓力 好那我們今天呢 三劍客內戰的賤人 這個頭銜呢 竟然就被我們 波波涌奪下來 OK的 真的是很準欸 劍 那今天呢 鍾大哥 有幫我們這個賤人的頭銜 準備一個禮物 一個獎品喔 還有禮物喔 非常的厲害 有請鍾大哥 想不到的喔 真的 想不到的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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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是出自桃園的這個射箭練習的這個拔腸的菠蘿坡 菜圓嗎 有加持過的 對對 五面金牌的喔 這吃了以後 就會變成了 對 看妹妹的更清楚 夠嗎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鍵蓋伊 鍾大哥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那想請問鍾大哥就是你怎麼會接觸到 要射箭這個領域 我今年五十六歲 那在二十五歲那一年 因為一次工作從樹上掉下來 那造成脊椎損傷 下半身瘋痪 在家裡封閉很久 也有想過要放棄生命 後來協會有在慢慢推動這個腎臟運動 那在推動射箭這個項目裡面 我就不小心去接觸到了 我慢慢的把自己的興趣培養出來之後 因為一直想要給自己一個目標 一直想要當選國手 那我每天幾乎都要練好幾個小時 最少拉上百支劍 因為我一直堅持 大概練了兩年之後 就當選國手 所以就這樣 因為我一直認為生命是要有價值的 如果放棄的話 是完全以後都沒有中華症這個項目 那我一直堅持要把生命 發揮生命價值 所以堅持的把這個運動 跟把這個人生 要更完美更完整來發揮出來